在北京与德国总理夏尔茨会晤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警惕保护主义抬头 并表示中德互不构成安全威胁 习近平强调 中国出口产品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 并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夏尔茨则希望中德能对乌克兰的公正和和平做出更多贡献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 习近平在会见夏尔茨时表示 应该从市场角度客观看待产能问题 并为中国企业负得发展提供公平透明开放非歧视的经商环境 习近平指出中国出口的电动车锂电池光电产品等 不仅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 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迁和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夏尔茨在访问上海时提及了欧洲进口中国汽车的观点 他认为欧洲市场对中国汽车应开放且公平 但重要的前提是不生产过剩 不侵权 习近平表示 中德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彼此不构成安全威胁 只要双方坚持互相尊重 求同存异 交流互建 合作互赢 两国关系必将继续行稳支援 此次会晤并未直接提到台海两岸问题 夏尔茨在上海之表示 小国不应该生活在对大国的恐惧中 各方也不应以武力改变边界 习近平则重申了中方的立场 指出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 当前应以和平稳定为重 在商业领域 不同行业都在寻求创新与成本效益的平衡 日产汽车公司计划采用特斯拉的Gaig Casing技术来制造电动车零件 希望通过降低制造成本来与特斯拉竞争 特斯拉正在美国和中国裁员 由于销量下滑和电动车价格占的加剧 航空业正处于多年增长期 对庞巴迪 SEAE和Intrude Deftit公司有利 餐饮品牌国际公司预计将从其在加拿大的核心业务中报告强劲业绩 但在中国市场的需求前景可能会受到影响 加拿大卡车运输和多元化工业公司在2024年第一季度面临疲软的环境 但市场正在稳定 利率的转折点可能是该行业的关键催化剂 斯里兰卡与债权人未能达成同组协议 导致无法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支持 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也面临挑战 美国正在考虑对购买伊朗原油出口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在气候变化方面人类和动物如何适应环境变化是一个重要议题 可以利用技术和心理学来建立一个耐热的世界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英国前外交大臣 Istrasso呼吁废除联合国 并建议建立一个类似北约的国家联盟 美国总统拜登面临应对伊朗的挑战 正在考虑对伊朗实施惊奇制裁 人类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一个重要议题 可以利用技术和心理学来建立一个耐热的世界 以上就是近期全球新闻的一些要点 展示了不同行业和国家在应对挑战和变化中的策略和做法 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各方都在寻求平衡和发展的道路 会晤肖尔茨 习近平欲警惕保护主义抬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在北京与德国总理肖尔茨会晤 习近平表示 中德互部构成安全威胁 并指中国出口产品缓解全球通胀压力 肖尔茨则提及乌俄战争 盼双边对乌克兰的公正及和平做出更多贡献 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4月1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德国总理肖尔茨 近期欧美国家指控中国在电动车、电池等绿色能源产品产能过剩 对此 习近平称应该警惕保护主义抬头 呼吁德国应从市场角度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 并为中国企业负得发展提供公平、透明、开放、飞骑式的经商环境 习近平主张 中国出口电动车、锂电池、光电产品等 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 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 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迁和绿色低碳转型做出巨大贡献 事实上 肖尔茨前一天拜访上海同济大学时 曾透露他对欧洲进口中国汽车的观点 他认为 欧洲市场对中国汽车应开放且公平 但重要的前提是必须维持公平竞争 换言之就是不倾销、不生产过剩、不侵权 针对中德关系 习近平表示 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尽管国际形势发生很大日变化 但中德关系始终稳健发展 习近平称 中德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彼此不构成安全威胁 只要双方坚持互相尊重 求同存异、交流互建、合作互赢 两国关系必将继续行稳致远 这番言论 类似于他在2022年11月 肖尔茨访华时的说法 当时习近平也强调 应把握求同存异等原则 如此一来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就不会骗 步子也会走得很稳 中方释出的声明内 并没有直接提到台海两岸 15日 肖尔茨在上海时曾隐约提及安全议题 称小国不应该生活在对大国的恐惧中 各方也不应以武力改变边界 他说 如果我们的邻居是一个高大、健壮、肌肉强壮的人 那我们总是会想打个招呼 确保他不会伤害我们 上述发言并未点名中国 此前 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接受德心社访问时 曾经建议肖尔茨能够对习近平直言不讳 前欧洲议会政治顾问 台湾东华大学助理教授冯如沙 Jusha Anna Ferenci 则在中德领袖会晤前向DW分析道 即便德国比以往更愿意在台湾议题上 与西方阵营一道 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但德国始终不是该议题的领导者 无法在此面向上起到带头作用 16日稍早 肖尔茨在社媒平台X表示 他判与习近平讨论如何在乌克兰议题上 促进公正的和平 周一15日 肖尔茨在上海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他会敦促中国停止向俄罗斯供应军民两用产品 并呼吁各国不要规避国际社会实施的制裁 央视报道指出 中德军反对使用核武或攻击和平和设施 妥善解决国际粮食安全问题 并遵守国际人道法 尽管中国宣称自己在乌俄战争上处于中立的一方 但自开战以来因拒绝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为 而受到国际社会批评 此外 中俄两国的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也仍然紧密 根据德国总理办公室 肖尔茨在会议上向习近平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和俄罗斯的军备 对欧洲安全产生非常重大的负面影响 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核心利益 并指俄罗斯政府损害国际秩序 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 习近平则重申中方一贯立场 指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 当前应以和平稳定的大局为重 不要拱火交游 不要进一步计划矛盾 减少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 两人也讨论以哈冲突等国际和区域问题 肖尔茨还提及气候变迁等中德两国可合作的领域 他说 只有透过共同努力 我们才能找到阻止气候变迁的解决方案 并以符合社会正义的方式 管理绿色能源转型 习近平向肖尔茨说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加 要解决这些问题 离不开大国合作 中德分别为世界第二及第三大经济体 巩固及发展双边关系 对欧亚乃至世界都有重要影响 中德应该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肖尔茨访华之际 德国不少西方盟友正在一系列贸易问题上与中国抗衡 不仅欧盟正在对中国官方对电动车及风力涡轮机的补助进行调查 美国也正在调查中国汽车技术带来的国安风险 肖尔茨政府去年发布德国对华战略 主张对中国去风险 不过肖尔茨此行访华率领的德国企业领导人 过去几天都曾提及中国市场对德国的重要性 在他出访前夕 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主席穆勒 Hildegard Muller也明确表示 反对针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惩罚性关税 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商业世界中 从汽车制造到航空业再到餐饮业 各行各业都在寻求创新与成本效益的平衡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行业的最新动态 看看他们是如何应对当前的挑战 并为未来铺路 首先来自Japan Times报道指出 日产汽车公司正计划采用一种名为Gaiga Cassin的制造工艺 这是一种由特斯拉首创的制造过程 用于制造电动汽车EV的部分零件 这种技术利用大约6000吨的力量 来制造将于2027才年起销售的电动汽车的奏地板 日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2030才年 实现电动汽车和内燃机车之间的成本平等 同时也是该公司赶上特斯拉和中国巨头比亚迪 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竞争的一部分策略 日产希望Gaiga Cassin能帮助降低制造成本10% 而从The Globe and Mail得知 特斯拉正在起养的最大市场 美国和中国裁员正涵盖了销售技术和工程等部门 这是因为该公司灭离销量下滑和电动汽车价格占的加剧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告诉员工 公司将裁员超过全球员工数的10% 这次裁员包括在美国服务中心减少销售人员 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特斯拉的销售团队也有超过10%的人被裁掉 特斯拉全球车辆在2019年第一季度首次近四年来出现下滑 转向航空业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国家银行金融分析师Cameron Dorkson认为 航空业正处于多年增长期 这将使得庞巴迪、CIAE和ATRU、DAVDIC等公司受益 全球航空旅行的复苏对CIAE的飞行员培训业务有利 也支持更高的飞机生产率 这对CIAE和ATRU、DAVDIC都有益 该分析师还认为 防御市场的前景保持支持性 随着全球军事开支增加 以应对寓意增长的威胁 在餐饮业方面 The Globe and Mail提供的另一篇报道显示 餐饮品牌国际公司预计将从其在加拿大的核心 TEM获诊借务中报告强劲结果 但对需求的前景 特别是在中国 可能会使该公司在短期内难以扩大倍数 花旗分析师Jean Tower 已将2024年和2025年的每股收益预测 从US$4、37和US3.8下调至US3.29和US3.71 这是由于对铜电销售的预期略有价价和外汇考虑 最后RBC的Minion Security 参戏师Walter Sprachlan 预计 加拿大卡车运输和多元化工业公司在2024年第一季度将面临疲软的环境 然而他认为市场正在稳定 利率的转折点可能是该行业的关键催化剂 Sprachlan 将TFI国际的目标价格从US-155提高到以BAS$173 并维持超越表现评级 他认为Cartage有持其覆盖范围内表现最好的股票 并维持超越表现评级 目标价为184 比收盘价高出69% 这些报道展示了不同行业如何通过创新 战略调整和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来寻求增长和竞争力 从日产采用特斯拉的制造技术 到航空业的复苏和餐饮品牌国际公司在全球市场的战略调整 这些动态不仅反映了当前的商业调整 也预示住未来的机遇 在最近的全球经济新闻中 斯里兰卡与债权人未能达成重组约12亿债务的协议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这一失败使得斯里兰卡无法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电败负检查 也就无法获得约3.37亿美元的资金释放 斯里兰卡方面表示 他们不同意债权人关于债务偿还的提议 这与IMFA该国债务的分析有所不同 这一消息公布后 斯里兰卡的债券价格下跌了2 3到2.8美分是金面值仅剩下原价的一半多一点 介于53到55美分之间 与此同时 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 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超出了预期 GDP同比增长5.3%超过了分析师预测的4.6% 然而随同GDP数据公布的其他数据 包括房地产投资 零售销售和工业产投资 零售仍然疲弱 尽管经济增长超出预期 但对房地产下滑 地方债务上升和消费者支出疲软的担忧仍然存在 若呼吁进行更多经济刺激以保持增长动力 尽管分析师警告说 货币政策工具刺激需求和增长的空间有限 在能源市场方面 环球邮报还报道称 由于对中东供应风险和紧张局势的担忧有所缓解 油价在周二出现下滑 这一担忧的缓解抵消了中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 以及美国三月零售销售强于预期的数据带来的影响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美分至每桶89.84美元 而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0美分至每桶85.21美元 这些报道综合来看展示了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从斯里兰卡的债务重组困境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性 再到全球油价的波动 这些事件都反映了全球经济环境的脆弱性和变化性 国际社会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发展 并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 以确保全球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格局中 不同国家采取了各式各样的策略来应对财政挑战 吸引投资与经济增长 从加拿大的税收改革摩纳哥的投资吸引策略 到新西兰的财政节制措施 这些策略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对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思考和实践 根据The Globe and Mail的报道 加拿大的财政预算中可能包含了对一些企业和赋予加拿大人的税收增加 这一措施是基于财政部长Chris Freeland此前对于不对中产阶级加拿大人增税的承诺 而政府对于对赋予个人和企业的税收计划并未直接评论 然而几位银行经济学家警告说 这些措施可能与政府提高加拿大生产力的目标相矛盾 另一边乡Make Asia报道了摩纳哥如何通过与赌场巨头银河娱乐集团的关系 吸引亚洲投资者 特别是在大湾区的投资者 摩纳哥的目标是补充 而非与香港和新加坡竞争亚洲富豪的钱包 摩纳哥政府通过其摩纳哥私人标签网络 针对超高净值的企业家 投资者和经济领袖 这一网络目前包括来自60个国家的6000名超高净值人士 在新西兰 根据Yahoo US的报道为了抑制通胀和促进经济增长 新西兰政府承诺减少支出 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表示 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减少浪费和低效的支出 尤其是在经济在过去五个季度中有四个季度出现收缩的情况下 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由于中央银行保持高利率以控制价格 该国今年将继续处于衰退状态 这三个案例展示了不同国家如何通过税收政策 投资吸引策略和财政节制等手段来应对经济挑战 加拿大的税收改革 摩纳哥的投资吸引计划 以及新西兰的财政节制措施 虽然策略不同的目标都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这些国家的做法提供了对于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寻求平衡和增长的有益见解 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中 前英国外交大臣Listrussi处理了惊人的建议 她呼吁废除联合国有安理由 是她认为这个组织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目的 根据电讯报的报道 Truss批评联合国在以色列加沙冲突中扮演了影害的角色 并质疑中国和俄罗斯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 她建议应该建立类似北约这样的志同道和国家联盟来替代 此外Truss还批评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并指责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对以色列持怀疑态度 她在2022年由于对财政预算案的批评 而辞去了首将职务 任期仅49天 在另一方面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美国总统乔 拜登在回应伊朗对以色列进行无人机和导弹攻击时 所面临的挑战 拜登正在考虑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但由于伊朗已经受到美国和欧洲的中毒制裁 美国的选项非常有限 其中一个选项是扩大对购买伊朗原油出口的中国公司的制裁 但这可能会影响到中美关系并提高全球油价 美国还考虑了限制伊朗获取用于人道主义救援的动机资金 并对伊朗官员和企业实施额外制裁 在气候变化的话题上 雅虎美国分享了一个关于骆驼和企鹅适应环境变化的故事 这个故事来自气候记者 杰西安安首席气候通知员彪文的一本书 书中讲述了骆驼曾经是加拿大的原住民 如何演化成为能在沙漠中生存的物种 以及企鹅如何改变行为向南迁移以追逐新的猎物 向南迁移以追逐新的猎物 从而提高生存机会 而还讨论了人类如何可以适应日益升高的温度 他建议使用技术来更有效率 且成本更低污染更少的进行降温 例如空调单元可以使用变频器部分 这样可以减少30副50%的能源消耗 热泵也可以用来加热加停 其效率是电满气等5倍 其他的改变包括将房屋外墙七成白色 以及使用波色的发明 如地下水道和风塔来降低空气温度 我在文章中强调 虽然人类可能没有几千年的时间来适应他们的生理变化 但他们可以利用心理学和技术来建立一个耐热的世界 然而问题在于 人类是否能够公平且及时地做到这一点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当前国际政治 环境变化 以及人类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多样性 从Vistrasy联合国的批评到拜登政府对伊朗的潜在制裁 再到人类和动物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故事 这些议题都反映出当前世界正面临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柔市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道规分 康文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